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大家好 我是秦怡 我們今天要前進的是 台股在夾縫之中如何求生存的事件 那麼看到這個美股一樣是走低 然後又有中國限電危機 台股今天這個開盤的時候 讓很多投資都快昏倒了 就這樣子開低走低 最後是個萬計的關卡 已經是被灌破了 今天下跌了325點 那麼接下來台股這個十字路口 你要向左轉還是向右轉呢 後勢怎麼看 而在這個時候 還是有些逆風會飛翔的好股票 還有辦法繼續來掌握他們嗎 我們稍後一一來解析 馬上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這邊是我們財經專家世聰歡迎 大家好 財經專家敏寬歡迎 清姨好 大家好 我們財經專家朱老師歡迎 大家好 財工分析師永年哥歡迎 清姨好 大家好 我們感染專科醫師黃醫師歡迎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 這個比較重要的消息 首先就是來看到台股今天 中錯了325點 失守了半年限 五萬七關卡 那麼成交量今天差不多是 三千兩百多億 後續到底怎麼看 外資也在賣 那另一方面來看 鴻海有新動作 我們說得電池者得天下 那麼今天包括看到這個 核碩這個熔炭 核組的固態裡電池的四件客 2023年要拼電動巴士上路 這個電動車有贏嗎 怎麼做 另外來看這個韓國媒體爆料 美國強迫台積電交出機密數據 這個45天的這個day line 到底呢 接下來半導體這些相關產業 要怎麼因應呢 有辦法來對抗這個美國的壓力嗎 然後另一方面來看 這個新聞讓很多人看了很擔心 怎麼會犯這樣的錯誤 誤打BNT的原意 十個人住院 現在還在預防性的觀察當中 如果發現這樣的失誤的時候 要怎麼因應呢 會有什麼樣的後續後遺症呢 我們首先還是來關心我們台股的情況 塞公民起來看 現在是很多人這種感覺 怎麼說 我們還可以視而不見嗎 房間裡的大象這麼大一隻 大象這麼大 大家當然沒有辦法視而不見 這個大象指的是誰呢 看下去 好 說的就是全世界 大家都在看他 鮑爾先生 原來他是大象 就是說鮑爾你看不到嗎 鮑爾在這邊你看不到嗎 講什麼呢 他最近講了這些話 美國已經滿足了縮減購債的條件 就是美國已經就要開始縮減購債了 通通滿足了 然後還有這個債務上限危機 葉倫已經警告了 十月十八號前到期 聯邦政府還是有可能會關門的 不要以為沒事 然後這是他昨天才承認的 高通膨確實他說有 比想像中嚴重 之前還一直否認對不對 大家都快忘記聯準會的功能是什麼 聯準會最大功能就是控制通膨 沒錯 以前兩趴就是很重要 現在已經五點四趴了 他還說還好啦 其實還在控制範圍之內 曾幾何時 五趴就還好 這個也是算是改寫聯準會的歷史 大家忘記這個聯準會是管通膨 現在反而就是來扶持股市 讓股市可以藏紅 好鮑爾還有什麼 最近大家關心的是 聯準會官員在炒股 對 聯準會官員知道這麼 全世界最重要的貨幣政策 這個利率的風向 他們都知道 沒錯 就自己深陷炒股遺運 而且位置還蠻高的 位置很高 另外就是鮑爾連任 哦 那成房間裡的大象 真的是 他如果真的這個 他如果連任的話 那他以後講的話 我們都不能忽略了 真的 不能假裝沒看到這個大象 好 這個問題我們接下來看 為什麼現在大家很擔心 兩個數據 第一個就是 十年期公在實率又來了 其實上一波大家下了半死 那時候其實差不多 1.7 1.8左右 大家說股市要下來了 現在多少 1.5% 對 感覺1.5%好像 好像還好 但重點是縣長這樣 突然抖身 他說哇 又上來 三個月新高 殖利率上來 股市也有壓力 升息也有壓力了 那另外鮑爾自己承認 他終於說了 通膨比預期還要嚴重 現在這邊 物價年增率5.3% 5.4% 對 其實這個真的很嚴重 其實真的 我們講句實話 真的很嚴重 一般來講 這個通膨率抽稿是3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瞎著半死了 對 現在反正5.4% 對不對 而且一直維持下去 如果維持個半年的話 哇 那不得了 對 因為他還是一直強調說 其實現在是有工具 是可以控制這個通膨 大家不要太擔心 但聯準會我們就說 它的功能就是控制這個物價通膨 照理說應該遠遠發現 這車子快要過來的時候 聯準會就應該喊咖 結果現在沒有 現在是車子到你面前的時候 哎呦 我現在在 我還有工具 所以讓人家看他會覺得心驚膽戰 覺得聯準會的應變 真的有辦法嗎 他為什麼這麼有自信 我覺得他現在是 車子已經撞到了說 哎呦 有聲音哦 撞到有聲啊 這是反應很遲鈍的大聲 這麼大一支 你沒有看到嗎 有一點這個味道 所以美國現在昨天 美股這樣的一個大跌 我們要用什麼心情去看待 其實這個美國股市的大跌 我們這樣子講 它其實在技術面上來講 它本來就應該要回檔 本來就應該要回檔 那現在呢 剛才這個慶儀所講的 這一些的這個題材 它的這個題材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個像是以這個殖利率 這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到1.53 我覺得這個倒不是很大的問題 那這條是這個半年線 這個是季線 那我們都知道呢 季線一跌破 它是一個中期的生命線 對不對 中期的生命線跌破的話 就比較麻煩了 然後呢 按照葛蘭幣八大法則 我們上次有教大家 葛蘭幣八大法則 它在之前的第一波 它跌破了這個半年線 然後反彈起來 沒有過季線 它再跌下來 再跌下來沒有關係 它只要能守住 原先這隻腳的低點就可以 前低標破 對 它可是呢 它萬一跌破的話 那就變成葛蘭幣八大法則 的一個空點 一個波段下跌的一個起跌點 起跌點 就是再下去一次 對 那它到時候呢 應該是會來測試年限 應該會測試年限 不過看起來呢 目前看起來 短線回檔的機率比較大 可是如果說以中長期來看的話 倒也未必見得 你的中長期是多長 如果說以三個月到半年的期間來講的話 所以短線三個月內你覺得會就是這樣子 如果說它短線上他們這個 就是這個政府舉載的這件事情 能夠在10月18號之前解決的話 一定要解決吧 對 因為它事實上就是說 如果在明天晚上之前還沒有通過的話 它10月1號開始呢 它政府就有部分要開始這個修飾了 因為他們手上還有一些預備金 所以現在倒數 還是會有一些預備金 那這個預備金呢 按照葉倫講的只能用到18號 18號以後就真的沒錢了 OK 所以情況可能會繼續再亂個半個月 可是過去14次 14次政府停擺 也沒有看過股市崩盤過 你知道嗎 已經練習這麼多次了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 這個問題應該不會出在這裡 但你覺得美股的短空現在看起來 是蠻確立的 對 他們這個短空的形態 這個是NASA指數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你看到沒有 這邊類似一個有一點小型的頭肩頂的味道 然後它跌破季線之後 它現在已經跌破了上一次的這隻腳了 按照果然一般法則來講的話 起跌點 它回過頭來測試半年線的可能性非常高 那因為NASA指數是高科技股 所以對我們的電子股可能會造成一些壓力 這一點大家特別注意 然後再下來 NASA這邊也是有機會再繼續往下 這個半年線在14,245點這邊 對 兩百多點的距離 兩百多點還好啦 不是兩千點都沒有關係 OK 什麼兩千點 廢半 這廢半指數 其實廢半指數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它在過去這半年裡面 它都是一直沿著這個半年線在往上走 它最低就是打到半年線就起來 最低打到半年線 已經一次 兩次 三次了 所以這一次呢大家要注意 特別注意 這一次如果跌到半年線的附近的話 一定要止跌 好 怎麼辦 現在美國聯邦政府的人很辛苦 中國的東北人在學習 怎麼活古代人的生活 那我們台灣的投資人也很辛苦 怎麼辦 對 其實我們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台灣自己本身根本沒事 馬上要變成一級了 對啊 一級 馬上變成一級了 所以你說我們台灣有什麼事 我們台灣是不是很衰 這個叫做兩大之間難為小 對不對 我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來 很難 很難 為什麼很難 大家看一下 從9月份開始 成交量一直在3000億以下 那3000億以下的成交量 這個表示什麼 這表示市場上大家沒信心 觀望氣氛很濃厚 那所以會造成一個什麼現象 就是我剛剛講的 只要外界有個風吹草動 我們這邊就天搖地動 你知道嗎 美國股市昨天大跌 人家還沒大跌 我們就先已經 昨天就已經先跌了 然後呢 這個今天更不囉嗦 直接這個跌破 而且跌破前一波的低點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呢 這裡一個頭部的形態 就有點要成立的味道了 所以呢 現在我們要堅守 至少你要守住16248 至少一定要守住 那不過在技術面上來看的話 你覺得會可能守不住嗎 這不是說守得住守不住的問題 而是說一定要守住 從現在起念力守住16248 貼在你的看盤電腦前面1648 拜託你守住 對要貼個那個服務有沒有 定聲服務 定 不准動 對 OK 好 那其實呢今天呢 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是在說 他成交量終於回到3200億了 3200億呢是初步的一個止跌量 那所以明天呢 又變得很重要 明天這個盤是應該要反彈 應該要反彈 因為今天呢跌破了這個半年線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要反彈一次 這是K線理論上來講 移動均線理論 另外呢 因為他今天的成交量 3200億 已經是初步的止跌量了 所以明天也應該要反彈 可是萬一 所以明天是逃命波嗎 我這樣就講好了 我們乾脆把明天後天的盤勢 可能的盤勢都講一下 一路講到10月底啦 沒有辦法 好 我們今天挑燈業債24小時 這兩天怎麼做 因為大家可能蠻緊張的 美國每天新聞有這麼多 OK 我這樣就講了 明天不管是收紅還是收黑 因為明天如果反彈的話 量一定會縮小 明天呢如果說再繼續跌的話 量也會縮小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 就變成了禮拜五才能夠 嘗試正式的止跌 不是說一定會止跌 而是要嘗試正式止跌 那麼在 然後就是這禮拜最後一天 跌就是禮拜五而已 對 明天是明天 禮拜五再跌的話 就是10月1號再跌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說 明天不管收紅收黑 禮拜五再測試一次底部的 可能性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明天如果有反彈的話 我比較不建議大家去追高 不去搶反彈 那等到它底部真正的落實了 真正扎實了 穩定下來才考慮去追高 OK 常反彈 OK 好 所以現在就是觀察 不要隨便亂動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這一連串 這個電子有受到多少壓力 中國這個無預警的大限電 持續進行中 那PCB族群 大家可以看到全面就綠綠綠 這些宣布要停產 金箱電 加聯益 新興載板 這些都進行產能調整 那ABF載板我們剛才講過 這個應該是前途無量的 現在這個量也碰到一些問題了 這郭敏祺已經分析了 上半年Apple的MacBook 比進行電腦出貨量會下滑15% 音箱整個應該是明星產業 ABF的這個整個載板供應鏈 那另外來看 美光公布的財報也是一樣 低於市場預期 那預料出貨的這個也會下滑 因為這個零件的短缺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也是一樣 盤後重挫 那高價股更是高處不深寒 今天有將近50檔 百元俱樂部都跌了半根跌停 怎麼辦啊 其實這個盤我剛才講了 這電子股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 事實上半年前就已經預測到了 半年前預測到了 為什麼當時會預測到呢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電子零組件都缺貨 對不對 所以大家全部都overbooking 全部都在overbooking overbooking之後 那等到大家庫存填滿了以後 他就開始取消訂單了 那當時其實就預測就是說 今年第三季最慢到第四季 就會開始訂單取消的這種風潮 就會出現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這一些的 可能說不是會有限電這些問題 那個時候沒有想到有限電的問題 那其實我必須要講 你限電的問題 這個時間長短它才有影響 如果是在一個半月之內的話 我覺得還好 而且那這些廠商又不是塑膠做的 對不對他們都他們還會去調產能啊 或怎麼樣會安排別的產能 所以都還好 可是如果超過三個月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了 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所以我是認為說 當然不管人家怎麼說啦 那這個當然郭敏祺講的也有道理 就是說什麼PC的現在的需求量會減少啦 或怎麼樣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了一個重點 其實接下來真正要看是什麼 汽車電子 汽車電子 而且據我們所了解 那個現在汽車的電子賣得不好 為什麼 因為吹晶片嘛 那車廠他們的情況跟電子工廠不一樣 他們車廠去拉這個拉貨的時候 拉原料的時候 你晶片沒有進來 他們不會拉其他的原料進來蹲著 不會拉其他原料進來 在等這個晶片 一定要有晶片才可以開始動 對 晶片確定什麼時候會進來 他才開始拉其他的這個零組件進來 所以簡單地講 今年第四季呢 據我們所了解 這個晶片的供應 會開始比較正常一點點 不是完全正常 可是會比之前好很多 那所以呢 相關的就可以動起來 對 大家就可以動起來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不是也是 另外一個危機入市的好時時間點 因為我們現在看新鮮人店 這兩間店也是蠻慘的 那一直講過ABF宅板 這兩家是代表性的 對 沒有錯 有機會這個時間點可以 進場買這些好股票嗎 應該是這個機會還蠻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這個不管是線型 然後各方面來講的話 那確實呢 他應該還有更低點 還有更低點 我就擔心好 但是好在哪 現買又現套 還有更低點 其實一般投資人都很怕什麼 很怕跌 其實像我們的 我在股市多久了 47年 其實是在等跌對不對 對 就是喜歡跌 股市就是買低賣高嘛 對啊 對不對 你不跌下來 你賺得到大錢嗎 賺不到啊 就像去年3月11號 跌到8523 你那天趕進場的話 現在你那時候 隨便設飛鏢買股票 都賺翻了 大家想要買品質 不知道會不會明天更便宜 後天更便宜 對 投稿有限 等一下呢 我們在這個技術教學 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是真正好進場的時候 OK 好 新興南店就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因為這個風頭還沒過 好 另外來看 今天逆勢抗跌的股票 哪些 還是有人亮燈漲停 在這邊 這一門豪傑在這裡 那可以想像就是這一次 這個相關的這個 碳能 碳的這個能源相關的中碳 華夏 台肥 中航 這一些股票現在可以繼續跟進嗎 OK 好 其實看個股 個股不一定 以中碳來講的話 他當然就是因為那個做電池 跟鴻海做電池的 負極材料的這個原因 所以他漲 那因為這 可是呢 這個就是變成說 他是一個突然的消息來 所以他漲上來 那之後還會不會續漲 我們不知道 就要看 這個今天進場的這些大戶 他們要不要繼續做 那至於說華夏來講 因為塑膠股 其實塑膠股最近非常的強勢 那其實他當然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冬天本來就是塑膠股的 股價的旺季 那他最近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全世界的經濟景氣 開始穩定成長 需求量會增加嘛 油價又在漲 那大家想說 這個油價一漲的話 他庫存的原料是不是就 那個可以有比較大的利差 所以有這幾個原因 所以塑膠股我覺得啦 只要這個量價不失控的話 應該是還可以考慮的 那至於說台肥呢 就是肥料嘛 那現在大家都在考慮這個 缺量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他也造成一個漲勢呢 他可以注意一下 那是航運的中航 好 那麼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有沒有發現 最近漲的股票都是冷門股 甚至於包括什麼面板 面板股呢都相對抗跌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跌太多了 跌地上了嘛 現在大家都在賣什麼 都在賣漲幅比較大的股票 尤其是呢 今天是這個 祭底作帳的倒數第二天 那一看這個盤勢不好 那投信啊 本土法案 都開始賣股票結帳 先獲利了結 對 沒有錯 那他們在賣完了之後 到10月1號開始 會不會再來呢 再重新再來做過 那就值得這個觀察了 當然你看一下 今天呢 這個漲停啊 或大漲的股票 幾乎都是我們平常 不會去注意他的股票 真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平常都錯過了 現在也錯過了 未來是不是就 也讓他錯過好了 對 其實要看基本面了 OK 你沒有在一個對的時間點 介入的話 有時候就等 因為現在情況 不是那麼的穩定 好 希望看我們的節目 常常給大家一些正確的觀念 碰到大碟的時候 你可以心情累好 沒關係 好 股票是等出來的 我每次上這個節目 最緊張的時候 就這個時候 都在問我 猶您哥的show time 這首歌叫做什麼 我等到股票都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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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景 每個人都在問我到底還在等什麼 等到所有支撑都破了 难道还不够 其实是因为我的资金有个缺口 等待转走的人把它还给我 我赔钱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陪着我 很多人 我被套劳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安慰我 我当酒菜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了解我 我被追焦的时候 你会不会来算我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股票都崩了 我等到股票都崩了 谢谢 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一起陪伴大家 我们一起彼此安慰 今天要教大家 我等到股票都崩了 然后呢 在市场上一般人的操作 就是买卖股票点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左侧交易 一种叫右侧交易 什么叫左侧交易呢 就是呢 大家很多人很喜欢呢 就是说 看这个股票已经跌了很深了 对不对 我开始来买 就叫摸底 那另外一种人呢 越跌越买 对越跌越买 然后呢 等到还有一种人 他是等到他突破了 这个压力点以后 他才开始进场 确立转租的在进场 那么反过来讲 这个高点也是一样 很多散户 大部分散户都喜欢摸头 就说啊 涨那么多了 那么我先卖一下 跌的时候卖的感觉不好 对 没有错 他说没有卖在高点 然后右侧是看到相对高点 对 跌破某个之后 对 跌破之争他再出 左侧交易 几乎都是散户在做 左侧都是散户 法人来讲的话 几乎都是做右侧交易 为什么 因为 法人是代表会赚钱的 跟被割的韭菜 对没错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散户呢 是不是看说 哇他已经跌很深了 我应该可以买了 对 那法人是怎么看 他涨上来了 确定 涨势确立了 我才买 他要准备涨了 我才买 对 那那个散户就会讲说 那你为什么不买在低点 你为什么买这边 他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对不对 他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我不买 这个是散户的心态 散户不喜欢买贵的东西 对 可是呢 法人为什么会买在这里 因为散户是往下看 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法人是往上看 他还会涨多少 过去的事情我不管 我只知道 我只管未来的事情 这样子知道吧 所以呢 真正的正确的操作 应该是要做右侧交易 没有错 不看现在想未来 对 不看他现在的价位 不要看过去 他跌多少 又再跌了 又再跌了 越买越便宜 是的 不要担心后天还更便宜 对没错 所以在这边呢 提供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操作模式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等 对 现在就要等 因为他现在还在往下跌的过程 OK 好 谢谢财工今天的教学 这个这时候心头狼狼狼 我们要开始学习赢家的思维 有一天把钱赚回来 好 我们要来看到这是 今天我们看到这鸿海 这个新闻 朱老师我们一起来解读 鸿海这个联手 融碳塑和 要开始来推第一款电动八次 而且里面重要是电池 电池我们讲过很多次 得电池者得天下 没有错 这个新闻怎么解读 我们的电池 台湾这边发展的好吗 是好 得电池者得天下 尤其是电动车时代来引电池 绝对是最重要的领主件 好 所以你看到鸿海这个动作 不用说会找了融碳 会找了塑和 基本上都在告诉你说 我就是要进军电池 所以这个动作基本上要告诉你 他要发展什么 他要发展磷酸铁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因为是现在市场最稳定的 所以他要朝这边去发展 那再进一步去看到 他找谁 你找到中碳 你找到融碳 两个都有碳 就是做什么 刚刚施工也跟我们讲了 其实就是要进军 这个负极材料 尤其这两家 特别注意到 他们都是石墨的专家 这两家都是石墨的专家 所以现在负极材料里面 最夯的就是石墨 所以要找这两家是绝对的 那附带一提 原本我们讲到电池 大家一定是特斯拉为尊 可是特斯拉原本用的电池 叫做涅菇铝电池 好 那新的版本还有涅菇蒙铝电池 这两种 那跟原本的 跟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磷酸铝 铁铝电池有什么差别 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的电池效能 其实是非常好的 可是十月一号起 告诉你Model 3 也要改用磷酸铁铝电池了 为什么特斯拉往走回头路 很大一件事情在告诉你 因为第一个他便宜 成本低 第二个他稳定 稳定很重要 稳定很重要 因为过去你看到 电动车好多那个什么烧起来的消息 都是电池烧起来 没有错 所以你看到鸿海就做就看准了这一点 我不要去发展目前最新的电池技术 我先从最稳定的市场 最大的这个电池技术着手 所以你看到他找到这两家 那当然塑和就不用说了 塑和本来就很积极在进入电动车市场 那这最尤其是他原本就是导电江的第一大厂 所以找他进来 当然还是着眼在电池材料 尤其我们刚说两个副极材料 还要有一个什么正极材料 所以塑和抓进来真的就是铁三角 甚至把红矿自己算进去 铁四角 所以卓卓老师你看到今天这个新闻 你也会开始买这些股票吗 刚刚不是四个人说 今天中碳不就涨上去了吗 不就要告诉我们今天市场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中碳就涨上去了 因为这绝对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告诉你说 我不但是来真的 尤其你看到鸿海是不是即将 他的鸿海科技日 已经先公布了三台车的蓝图 电动房车 电动巴士 电动休旅车都出来了 一共三台车 而且他告诉你 这个图画当天空海股票就涨了 是 他告诉你 我要坐车 而且我现在是全车 我都要坐 那全车 但不是只有车壳 我里面的机电系统 我的电池系统 车控系统 我通通要有能力做 所以到目前为止 就其他的部分 他其实都在布局的 那当然很重要的一块 电池的部分 所以我们再往看到 除了电池之外 还有什么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刚说到车点 来我们导播进下一张图表 我们在车点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很重要的 是不是到处都要告诉你缺什么 缺车用晶片 那车用晶片在车子里面 有多重要的 来你看 鸿海的新的事业部 来这个人你以后一定要认识他 你不能只认识刘洋伟 很有趣 你去看到鸿海的事业部有六个 以前都是ABCDE 照字母顺序排 结果新的事业部出来叫做S 这个S代表什么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那是不是super还是有人说 是不是因为他要主攻第三代半导体 因为第三代半导体叫做碳化系 是不是有血音在里面 不晓得 因为这个事业部就告诉你 我就是半导体事业部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一台电动车里面 除了最重要的电池之外 现在车用晶片的部分 成本也非常非常高 如果把整个 整个回来说 就是跟车子有关的 这些半导体材料 你看到基本上材料成本三十五趴 如果只算功率半导体的话 占一半 但是当你用第三代半导体的话 成本更高 所以你看到这个陈明伟总经理 他就说 如果接下来都用第三代半导体 去做这些功率 功率半导体的时候 他的成本甚至会比电池更高 所以他当然要去供这一块 所以你看到鸿海现在的布局 是很明显的告诉你的 电动车绝对是未来趋势 我绝对要去卡位 而且我的卡位不是随便卡而已 我要告诉你 我就是有能力去做完整的布局 那大家不仅在想 红海我们过去都把他跟苹果 几乎就画上等号了 因为整个苹果能够崛起 红海绝对是占很大的功劳之一 可是你却看到红海早早就开始渐渐的布局 他的新的事业部 那不只是他 我们你看到几个重要的 跟苹果的组装有关系的 你看伟创 你看到核溯这几年都在做跟红海一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 另谋出路 对 很奇怪啊 我原本苹果吃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另谋出路 因为告诉你 苹果越来越酸 越来越不好吃了 你看到不就是苹果的 原本的这个机殼的供应大厂吗 他原本百分之三十都是靠他这个 都是靠可乘供应的 可是你看到可乘 结果把他的泰州厂给卖给中国的蓝丝 因为在二零一九年 你看他毛利跌破三十 但是你看他卖掉之后 今年第二季 他毛利回升到三十二八 很難看 我们举比较具体的数字 就机殼来说好了 好 那因为这两个 尤其这个他下面还有凯勝 机殼的部分在iPhone十一的时候 占整个售价的成本是五趴 可是到iPhone十二的时候 剩四点三趴 越来越难赚 苹果越卖越贵 结果你看到他占的整个成本越来越低 真的是旧派坦 所以你看到这些原本是苹果供应链的 另谋出路 大家都觉得不如归去 因为这几年很明显的 苹果在cost down 越来越多的红色供应链 那当然就排挤到我们台厂的嘛 那加加上这个这些红色供应链给你抢生意 你没有生意做你越来越难赚 那我当然自己要另谋出路 OK 好 谢谢朱老师 另外来看这个是不是美国也想要另谋出路 我们这个全世界金片大战 也使用护国十三的这个世界地位 大家都在关注 但美国竟然会出这一招 要大家45天之内把什么交出来 你的订单啊 你的这个库存啊 销售记录 这些就是企业最机密的一些数据 要交给美国 给他们看 美国一直很紧张 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觉得这个盲刺在背 老大哥最厉害的这个代工在我们这边 很多人这个都是在卡的 有点卡美国的脖子的味道 他们现在使出这一招 很多人很担心这个会对我们国内的半导体 或是说亚洲半导体形成压力 那主要是这样 美国商务部要求你在十一月八号之前啊 你的包括说像这个苹果公司 Intel微软三星台积电等等的一些公司 你要交出你现有的半导体的一些 相关的客户库存 还有相关的销售的数字 价格你卖多少 那你们客户之间谈多少 这个不是机密吗 对某种程度来说是客户之间的机密 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主要就是因为他之前他们不是召开会议 因为针对目前 美国这个所谓车用电子 车用晶片缺货的状况 他们齐聚一躺 那齐聚一躺都讲了讲了没多久之后 这个会后之后 美国居然来这一招 来这一招之后很多人都很傻眼 为什么其中里面傻眼的 包括台积电真的是傻眼 他们很傻眼 苹果多少单 苹果多少钱多少单 那是客户的机密 那你怎么 我如果弄出来的话 那不是把我的机密外泄 如果美气 譬如我假设 微软知道这些事情 它会怎么样 Google知道这些事情会怎么样 高通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对台积电 你以后苹果这么便宜 那为什么不能给我便宜一点 那另外还有包括三星 三星都觉得莫名其妙 三星说 你们这是要车用半导体 我这个D-Rain 我做D-Rain跟Fresh 根本没有用车用半导体 那你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呢 好那事实上美国讲得多夸张 美国就说 如果你们不要 不交给我们的话 你放心好了 我们的工具箱里面 还有其他法宝 能够让业者交出数据 我不信用走到这一步 但是如果必要的话 我会这么做 所以你们就十一月八号 听起来就恐吓的 对 十一月八号 乖乖地交给我就对了 好那到底它是用什么方式呢 其实它用所谓的1950年代的国防生产法 那这个法律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法律是因为之前 那时候1950那时候是寒战 那寒战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说 我要求国内当时跟军火需要的铜 或是铁这些东西 统一交给我政府来统筹 所以它有这样一个法令 它可以优先分配 知道大家谁在什么地方之后 优先分配 现在又不是冷战时期 事实上这个紧急的装装才会使用 那之前呢 事实上在之前的COVID-19的 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美国有使用过 当时的川普曾经动用过国防生产法 生产什么 呼吸器 因为当时呼吸器不够 另外生产这个所谓面罩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当时的川普曾经用过一次 就不像他现在又再用一次国防生产法 当然就觉得说 因为这个法令下来的话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法令 我们不提供会怎样 不提供 他有说嘛 我还有其他工具 控制金流 我可以很多方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这个 我们台积电很多的公司 很多资料订单都销售到美国去 他如果说你美国订单不给你 那怎么办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法导 所以根本是强迫大家一定要交 那很多 包括台积电就觉得 这个好像盲刺在背 为什么 你看这是整个半导体的 这个交货周期 你看现在已经来到二十周以上 所以美国当然觉得说 你们这些厂商一定在搞鬼 可是对台积电来讲的话 他担心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什么 这是谁 这是Intel的新的 他最近比个赞 为什么笑这么开心 对因为他最近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新厂 已经开始动工了 那动工的时候 你看他的照片是这样 他当然要大有挑战台积电的 这个野心嘛 那他挑战台积电的野心 来说的话 如果美国政府能够 pass给我一些更机密的资料 台积电在玩什么把戏 那是不是更好 所以很多人都担心说 那你美国政府 这样做的没有违法吗 资本自由主义世界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国家就是他强者 就是强凌弱 那有什么 他有很多管道 那我们都不希望说他会把这些资料pass给Intel 但是因为Intel目前毕竟是美国的国家 对嘛 那包括说你看Intel目前 除了他在这个亚利桑那州 墨西哥 奥勒冈州 还有爱尔兰 还有以色列 他当然要大举的 跟我们台积电要对抗 所以这没办法 Intel想要跟我们抢晶元代工 这我们都知道 对没错 我们也比较过说 他应该短期是那三年内蛮困难的 但是现在如果有美国这双大手在撑 没错 这就是大家担心的 好那你要说美国会不会这样干 我们今天讲 美国还曾经曾经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以前有一个公司叫爱尔斯通 那爱尔斯通其实是谁 他其实是法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水利发 这个电力公司 他当时跟谁在PK 美国的G1通用电器两个在PK 等于是全世界最大的两个 如果我们用这个现在来比喻来说 晶元代工里面台积电跟这个英特 不是就这样互相PK吗 我们跟他直接PK 好那美国倒是搞了什么什么把戏 因为当时 阿尔斯通他在整个水电 或者说所有电力的这个领域里面 都领先这个起义 但是后来起义跟我们 跟这个爱尔斯通 他们一起去标这个印尼的这个发电厂 就印尼发电厂标下来之后 最后是阿尔斯通赢了 他都赢了 到底说这个有闹什么问题 就没想到美国呢 他美国就耍很糟 他说什么 阿尔斯通的这个销售经理 当时的这个叫皮耶鲁奇的 他在2014年 下到美国的飞机的时候 就被逮捕 拍电影吗 一下飞机被逮捕 逮捕就说什么 因为你违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什么叫反海外腐败法 就是说你可能 我们经过美国的调查 你可能涉嫌 包括说欧塞 就是说你可能诱惑当地的 或者说你送了这个佣金 给印尼政府 所以你才能够得标 那因为这样得标 而且据这个皮耶鲁说 那是十几年前的旧案 他突然把它翻到 你违法了 对啊 那就好 那因为这样之后 结果没想到 他就被要嚷当入狱 他就说好嘛 如果你不认罪的话 那我就把你关起来 那当然以他的这个立场 我就认罪 就最后他就被判 这个整个阿尔斯通被判罰 8亿美元 那8亿美元罚了之后 你看又逮捕了很多位 结果后来一直逮捕 一直逮捕 结果你知道后来阿尔斯通怎么样 他们就把他们这个这个 这个电物能源的产业 就卖给了这个七一电器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 就把阿尔斯通打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说 如果美国真的要耍剑招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没有剑招可以耍 那当然了 我们不希望他们这样来对付 所以他出了这本书 叫美国陷阱 对没错 现在是美国对代工 这个金元代工 施了另外一个陷阱 那这本书其实在中国很红 因为很多中国很多中国人就说 当初我们华为就是 可能会是被列入美国陷阱 所以我们我们当然也不希望 我们台积电变成是这样一个局面 然后结束 就来后面这边排队 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打 恩楚公医院接种出包 监视器画面记录被误打的二十五人 都出现在内侧单号区院方解释 他们因为以为这些是稀释过 也以为是残疾 所以他们就各抽一 每一瓶抽一份 但当时时间是27号上午八点多 才刚开打不久 哪里有残疾 残疾通常是在发现在后面嘛 可能已经到最后了 那至少会打到好几个人之后 才会发现说这一瓶可能已经抽过四五剂了 只剩下最后一剂 应该是刚开始以为是每一瓶是要接种一个人的 这种机会会比较大了 一般BNT疫苗上面都有一片紫色的瓶盖 不过院方第一时间的解释是说 在一些散装的疫苗当中 有几瓶 它的瓶盖掉落了 才会让医护人员误以为 这一些是已经稀释好的疫苗 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我们又戴着手套 在抽针的情况下的话 它的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实际询问护理人员 紫色瓶盖其实并不好开 得要出力才会松脱 钥匙工会全联会也提出质疑 即便散装也不至于因为碰撞轻易脱落 我想院方或是在施打的人员 也是因为那个瓶盖很紧 所以他认为说不会自己脱落 所以认为说已经是有打开过了 如果对这事情要存储的话 那我们是针对的是医院 恩主公医院表示 已累计10人预防性住院 至少会观察三天 而针对几个疑点以及疫苗状况不同 是否真的会影响瓶盖松井 地方卫生局还要查 这个疫苗资源非常的珍贵 当然打了希望变健康 但是今年出现这样的新闻 这个没有稀释过的BNT 就这样子被分出去打了 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来宾 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金曲派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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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所谓的专业的行为 那如果专业的行为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当然是会觉得让人家生气 而且会担忧啊 对 主要还是担心那些人身体会不会缺点 对啊 因为一个人等于打好几人份的 一个人打六人份 是啊 来问一下我们现场最资深的 永连哥 OK 我是这个哭哭啦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好浪费 我觉得很浪费 对啊大家排队都打不到了 居然这个一下子少了一百分 对不对 那不是很浪费 我们应该觉得不可思议 我的哭脸其实不是针对 当然病人这个被打 不是病人 就被接种的民众很焦虑 家属也很紧张 这个的确也是有一个哭脸 可是我的哭脸是给医护人员 你可以想想看 我们这种大规模的接种到目前为止 这是有史以来最复杂 最大规模的这种疫苗接种 其实每天抽这个抽 这个Dirac可以讲 都抽筋了 对 刚刚Dirac会讲到BNT要怎么样稀释 那个过程非常的繁复 而且你每天抽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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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护理人员都得关节炎 就是这个 对 而且他抽吸又不是那种大大大的动作 他都非常精细的 所以这中间的确 有的时候在非常疲惫的状况下 我是觉得很不忍心 我的哭脸是给这位这些医护人员 大家都累了 就是才是出状况了 据说这个一个人打六人份 打下去很像被 飞机火车撞过来 对 一般打到 疫苗像被卡车撞到 那打六人份就等于是被飞机撞到 发生什么事呢 昨天在英哥的永福宫的接种站 结果发生了 打一打 奇怪量不够 那为什么量不够呢 明明准备的量是够的 怎么打到后面会不够呢 我要糗了 为什么呢 原来BNT没有稀释 所以有二十五位民众 包括十四位的女性 十一位的男性 而且他们打完之后 我都说奇怪了 怎么会这么痛痛的不得了啊 那后来才发现说 糟糕了 糗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恩子宫医院从院长的 吴志雄院长 后面大家都出来道歉 可是这里面 居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新北市议员林金杰 他的大嫂也去打 打完了之后以为会出事 还打电话给他儿子说 妈妈现在头好晕 手一直在抖 你现在赶快准备东西 然后来医院来照顾我 那个儿子吓到你知道吗 还以为说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然后后面都很慌张 那目前总共有十位回去住院 那特别是这波年轻人会比较危险 为什么这波的年轻人会比较危险呢 原来BNT他打完之后呢 会有一些副作用 这些副作用是什么呢 一开始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肌肉 会发炎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能会过敏的一个休克 第三个部分的话就会产生心肌炎 那这时候大家就想说 那为什么会一个疫苗会搞得这么复杂呢 后面一看流程先跟各位说 单单一个疫苗稀释 居然比做甜点还要更复杂 为什么呢 BNT一开始是冰在零下七十度 拿出来要先退冰 退冰完之后呢 不能够去摇动它 你只能够慢慢的转十圈 转完十圈完之后呢 还要开始做稀释的一个动作 我单单把那个十五道的工序原文版把它看完 我就觉得 这哪是在稀释疫苗啊 这根本就是在做甜点嘛 哎呦 任何一个动作都非常的维系哦 而且各位再去想哦 他抽不是抽一大堆耶 他抽是抽1.8cc 这不要人命吗 但他那个手稍微抖一点的都不行哦 那目前来看的话 各大医院有各大医院的一个SOP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星光医院他已经说了 我们三道关卡 包括以稀释的疫苗 都会贴上稀释的一个字样 然后再来呢 每个人会负责不同的一个工作 对于台大医院来说的话 他们要三读五对 特别是在稀释抽取施打等等各部分 要由不同的人来做 所以这次呢 希望这些被接种的人 错误的一个计量 大家都没事哦 但是要对整个医护人员说 当然他们有不对 但是请大家 我们还是要体谅他们 各位去想一想 15个动作 单单来做稀释 这些医护人员真的辛苦了 好还想问黄医师 那像这25个人 他们这样打了原意之后 通常会产生哪些的后续反应 我想这个是个过程 刚刚讲到这个疫苗稀释的过程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这么多步骤 然后又这么多人 那中间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分工 对 那像我就看到有这个 有一些医院说 他们会在已经稀释过的疫苗 上面写个已稀释的标签 然后让之后的人就不要再误解 但其实即便如此 全世界这个打错 这个没有稀释的疫苗事件 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 在很多国家都发生 以色列啊 德国啊 美国啊 澳洲啊 不过台湾当然 我在网路上搜寻 有记录的台湾这个群 这个人数是最多啦 那德国曾经有一个病房里面 就是医护人员自己打错的 打了八个 我本来以为那最多了 但台湾这一次是比较多 那我也知道看到澳洲 有打到九十几岁的老人家 也是打成这种一样 就是没稀释的疫苗 所以你就知道 医护人员即便再怎么样的 经过训练 但是在疲惫的状况下 难免会出错 他说那个盖子好像有点脱落 但是他们说原意是 应该是没有的 其实你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很多这个稀释的15个工坊 像国外就发生一些 很好玩的事情是 他们因为太多人要接种 所以他们决定先把他们的针筒 先通通都一字排开 然后有一个关键点是 医护人员 尤其是护理人员 他们想要抽 比如说还要抽0.3cc的 这个疫苗的时候 他是先在外面 先抽0.3cc的空气 打进去 然后藉由那个里面的气体的压力 把0.3cc推出来 这样的话力气比较小 因为你想想看最痛的就是 最容易这个不舒服 就是抽这个动作 所以抽空气打空气 然后他自动弹回0.3 那我大概差不多前后抓一下 我就知道我抽的这一击是对的 所以他们常常会抽一整排的空气 0.3 0.3的空气 那下一个人就把0.3的空气打进去 那他们连那个生理食言水 这是国外的美国的案例 他连生理食言水的那个1.8 也是抽了1.8的空气 都在这边 然后等着抽生理食言水 那国外就发生 他在稀释的时候 拿了一个针 这个有1.8了 他就打进去这个疫苗 觉得已经稀释完了 就抽了就打 但结果他拿的那一支 里面是空气 还没有抽生理食言水 他就打进去 所以他以为已经稀释完了 他就抽了疫苗 他就打了 所以这个快速的动作当中 就会出现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是 他抽到已经稀释好的疫苗 已经稀释好了 他以为是生理食言水 他就抽了1.8 然后再稀释到下一瓶的这个疫苗 那疫苗 我这个数学怎么算 我已经不知道 那个稀释的倍数很奇怪了 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状态 都在在告诉我们 BNT的这个疫苗的 这个繁复的工作 在接种这种几百万剂的状况下 难免一定会有出错 所以之后一定要 每一个SOP再次的确认 这个是我想 未来大家都要注意的 不过刚刚讲说 打到这个疫苗 像这个被什么车 火车 火车 然后飞机撞 其实这有点言过其实了 被飞机撞到那次 刚刚有提到 其他国外有很多的案例 那后来在安全性上看起来是 当然都很紧张 也跟我们台湾一样都住院观察 那最后看起来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严重的状况产生 但局部的疼痛 或是发烧 的确症状会比一般人 打第一剂疫苗还要来得强 我用这样比喻 对 打到这种没有稀释的疫苗的 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大概跟一般人打第二剂的副作用 差不多了 这样了解吗 一般人打第二剂 通常我们打第二剂 会特别不舒服 对 第二剂真的有很多人 不舒服的 发高烧疼痛的 那通常打第一剂没什么感觉 但这些人打第一剂的时候 他的感觉就跟别人打第二剂 一样不舒服了 所以也没有到说被飞机撞卡车撞 就是显然他跟隔壁的同一批的人比 觉得为什么我特别的 哎呦 特别痛不舒服 大概就这样 那严重的什么休克啊 或者是其他的莫名其妙的 想象不出来的一些 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改变 在其他国外的研究看起来 也是都没有发生 所以我相信这些 目前正在观察的民众 就是痛个几天吧 那之后他们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国外这些没有打气室的 这个其实没有出现特别重症的 没有出现特别我们意料之外的状态 那回到这个 如果他今天真的很平安的出院了 很多人就说 那他是不是打这个痛 比较痛但打到转道 因为他抗体会比较高 会吗 答案是不会 也没有 答案是不会 我们其实身体接受到这个抗原量 是很固定的 他有一个最高的一个 多了就没用了 随着剂量越越高越高 他到了一个高峰之后 他就会再往上一点点 但就一点点而已 所以这些人他身体产生的抗体量 大概只会比一般人再高一点点 他不会高到就是 我打到你五倍 那我就是五倍的量 没有这回事 所以这些人等到他 这些抗体慢慢衰退之后 他第二针理论上是按照一般的状况打就好 所以你会建议他们第二剂 还是这样打BNT吗 他们第二剂打什么都一样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 那要不要第二剂打别的疫苗 可是你打进去的疫苗 最后做出来的蛋白质都长一样 所以你打别的牌子也是极蛋白 你打AZ也是极蛋白 你打高端也是极蛋白 你打莫德纳也是极蛋白 所以其实你打BNT跟其他疫苗 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也不用特别延长时间 就照原来的时间去量 其实不用 对 其实不需要 因为你刚讲其实这个医院很疲劳 这种一些疏失可能就是会发生 不小心发生在我们四周的朋友身上 该怎么自己去预防或应对 所以这个一般民众真的没有办法 除非说你今天把这15道工坊你都背起来 然后你去那边就眼睁睁盯着 那个医护人有没有这样做 我觉得一般民众是做不到的 这有点难 对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医院里面的 这个管控里面要更加加强的部分 其实大部分医院都了解个人会犯错 但如果只要两个人互相能够cover的话 那两个人犯错几率就很低 如果是三个人 一个比如说抽一个疫苗 三个人监督 那犯错几率就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想这个是人力上面可能要调派多一点 这样就在那个步骤上面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反正我们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赶快就就医 前进新世界Money大自由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 首先是中国这边 大家说这一连串的限电的争议 是不是在下大旗是在输出一种通膨 但是央视还特别来驳斥 说这是什么低级红高级黑这个效果 我不应该这么说 主要还是煤炭荒 另一方面来看 现在连北京天子脚下也在限电 那么中国电网现在说法是说 这是个常规检修 一直强调电力是够的真的够吗 另一方面来看 现在这个演艺圈再度挨打 现在演打娘炮文化 那么这个官方的最新说法是说 不要让农妆夜抹遮住艺术真实之美 这农妆夜抹他们是什么定义的呢 待会仔细来看 另外来看到这是日本真子公主 主人婆婆因为债务的丑闻 现在连环抱抱抱 日本人现在好心疼 公主怎么会这样子呢 希望她不要嫁了 真子公主的心意好像已经已决 我们介绍我们现场再加入一位来宾 就是我们的日本政亲观察家 Jill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通过我们先一块来看 现在这个中国陷阱的情况有多凄惨 人民的感受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他们说他们现在是活出古人的感觉 有人在路上穿反光背心 这是什么世界 没错 事实上现在中国大江南北都在停电 特别现在停电最严重的是东北 因为东北 因为他们之前 东北要越来越冷了 好恐怖 像吉林那个地方 现在已经都到十度左右 很多晚上没有暖气 因为没有电就没有暖气 就快要受不了了 那他们怎么样 他们就因为现在过着 这个古人的这个生活 甚至人家还拍什么 人家还拍这个丹东 跟这个鸭绿江 另外一边北韩 说现在北韩都比我们丹东 都还要更热闹 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那你看现在整个东北的这个街道上面 来说的话 除了街上的车有灯之外 在车的旁边的所有警户 几乎都是没有灯的 那他们说真的是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这种没有电的这个状况 古人只不过就是这样生活 对 没错 他们现在回到古人 甚至很多地方 原本说回到家 可以玩玩这个 这个手机 就没想到 因为没有电的关系了 现在很多地方的手机 不是5G 变成4G 不是4G 变成2G 因为没有这个讯号 生活都GG了 管他现在几G 所以就变得非常惨 那甚至很多人说 没有电可以充电的这个情形 所以他们要回到这个过去的这个生活 那当然了 我们知道 事实上习近平 当然他也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说 中国国家电网就说 我们要贯彻习近平的指示 要保障民生的用电的这个需求 哪里保障 对另外国家电网也紧急 这个会议就说 我们要保供电 我们是最重要的日务 要确保说 国庆还有什么过冬的时候 用电都要完全保证住 那当然了 这个限电这样的状况之后 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 网路上就有人说 这个是其实 我们拉闸限电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旗 我们想办法把我们的通膨 输到海外去 要这样来打击美国 这么伟大的计划 对那你看 如果你如果用这个计划来看 真的通膨 昨天这个美国包裹就说 我们真的有通膨 美股美股就大跌 好像真的有这么阴谋论 就没想到央视马上就说 没有没有我们绝对没有这个阴谋论 他说拉闸限电里没有那么多的大旗 他就直接跟你讲 我们中国缺电原因主要就是 发电的这个用燃煤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缺乏这个发电用的这个动力煤 另外一个是因为煤炭的供应吃紧 所以价格比较高 那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出现一个状况 其实在很多中国的地方政府里面 他们为什么要让那些所谓的电厂 就把电关掉 因为他们说现在煤炭价进来的这个价格 就已经比发电还要更贵 那与其这样让我们干脆不要发电了 所以整个中国会出现一个叫缺电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好 我们讲 实际上人家就讨论了 为什么这一次中国会中所谓的 这么多地区会有限电状况 第一个就是因为19个省区赶进度 因为中国去年推出一个叫 能耗双控的这个政策 那这个政策他们就讲 政府所有这个能耗双控的这个政策 然后给你定目标 问题是你前八个月都没有讲 结果到八月的时候 中国的发告委就说 你几个省 你现在的这个我们做一个晴雨表 你不合格 结果你不合格说 要求你赶快达进度 那19个省就好 OK 你要我达进度 那我就给你达成进度 那达成进度怎么做 关掉电厂就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变成是说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就讲 煤炭跟天然气的价格是升高 你看以动力煤来讲的话 你看目前从九月十六号到九月二十三号 他一顿就已经比去年同期要涨一倍左右 所以那这个价格这样飙 那跟朋友讲现在的天然气 天然气最新的这个价格一直不断往上飙 所以整个发电的这个成本是相当贵的 另外就是用电激增 事实上这个有点超乎中国的预期 因为今年的刚好是中国 全世界包括说越南 包括说印度 这些供应链都没办法生产 所以他们很多反而倒回去中国去生产 所以他们用电量比原本都还要更高 所以这等于是因为这几个因素呢 导致说整个中国出现一个 缺电的这个情形 好那中国缺电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要讲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谁呢 这个人叫胡锡进 又是他 对为什么 因为他故企也很喜欢栓我们台湾嘛 包括说我们之前不是二零一二 二零二一年的五月十三号 当时有大停电吗 那大停电他就说 大陆哪个发达省的超大城市 会无缘无故大停电的话 想想都可以看成多大的这个笑话 他还笑不过我们 对 他还说你们台湾的电网 太过脆弱了 结果没想到中国大停电 那他这是什么说 他就说这种局面是多因造成的 当地政府有多着急啊 这样一个情形 换地方换脑袋 所以事实上他还说什么 不是只有中国这样 英国冬天也面临所谓能源短缺 然后不要浪费能源这样的状况 他现在的口风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他事实上这个也的确 对他们的缺电造成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好那缺电造成这么影响 网友就说啊 你看连中国网友都说 你看你尴尬了吧 你之前话讲了这么的 这么的这个鸡 这么的这个明摆的时候 现在就果然遭受到 这样一个压力的存在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对民生的用电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刚才讲到 东北是最严重的 对不对 结果人家说 第一个时间点就想 电动车 对 屁你果然很有概念 电动车会不会不行呢 就没想到 居然被他发现到说 东北人根本就很少人开电动车 那为什么很少人开电动车 我跟他讲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电动车的电池 他在走比较冷的时候 他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充电 或者整个效率会非常差 所以东北人去基本上 他们不买电动车 因为他很容易当机 一当的时候就没办法 所以电动车太冷的地方 很难发动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用 这个所谓的电动车的一个状况 那你看东北的这个销售比来说 都是一点三一趴 所以那因为他们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 那有时候整个电完全 甚至你那个续航力 根本撑不了那么多 所以在东北根本没有人 开那么多电动车 但是在中国的南方 很多电动车 车主就非常的尴尬了 但是所幸是他们现在的限电 很多限电是什么 十二点以后到八点是还有电 所以他们可能都用那段时间 在充电 然后白天再开出去 不过无论如何 中国这一波限电 现在官方是说十月 十月初可以解决 但是如果我们从吉林市政 吉林市政府 他其实有发一个喊 这个喊是那个水利公司发出来 水利公司说什么 从现在到明年三月为止 请你 请所有的客户 我们会 因为这个 明年三月就整个大寒冬会这样 随便就无意境停电 他说因为我们的电 可能会不定时 不定期的停电 所以我们供水 也会不定时的供给你 所以他要求说 所有的客户你要准备储水 那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这个用电的情形的压力 可能要到明年三月以后 才有可能全中国完全都摆出这样一个情形 你现在讲三月就真的会三月吗 我觉得为什么会三月 大家讲为什么三月 第一个因为明年二月的时候 中国要办冬奥 所以至少冬奥过去冬奥 我们过去都有所谓的冬奥蓝 你至少这个APEC蓝 不能丢脸吧 你一定要当当时的中国要蓝天白云 所以当时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至少无论如何冬奥 我觉得冬奥之后才有可能真的完全解禁的一个状况 OK好 这个撑到三月继续来看 另外来看中国现在什么都管管管 现在管一个新的这个 大家超人力霸王 这个日本非常经典 超人力霸王 大家可能听了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他啦 咸诞超人 咸诞超人被下架 请问超人犯了什么错 人家有一句话说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那中国他们本身 他们对于儿童的文化的部分的话 其实都是超至西方 所以呢 美国的文化 日本的文化 他们就直接拿过来 可是很有趣哦 多数的卡通哪边做呢 广东做 可是他的content 他的内容没有办法自己做 那很多中国这一代的说实在话 真的都很迷 我们台湾叫做咸诞超人 他们中国大陆叫奥特曼 叫迪迦奥特曼 为什么呢 他叫做迪卡迪卡奥特曼 那最近就有一个窘途 这个窘途还很好笑 为什么呢 想不到习近平 他都变成了邪恶巨人了 那为什么呢 目前邪恶巨人 他就大战这些超人们 可是呢 超人全部都被邪恶巨人严重修理 那为什么严重修理呢 我认为这里面真的是 最怕官制两个口 你知道现在中国最怕什么吗 长官突然间睡个午觉起来 哪边管一管 哪边管一管 你烈死了你坏掉了 为什么呢 广电总局说 你现在只能够去播 真善美的动画 那真奇怪了 飞机每天到我们西南方晃来晃去 每天飞弹这样子恐吓日本 恐吓台湾的 战舰一直出来 这个有真善美吗 但不管 长官说了 官制两个口 长官最大 那现在为什么会有出现 这种状况呢 原来他们就发现 前弹超人不是也是希望宇宙 可以真善美吗 他希望宇宙可以和平 可是呢 一出戏一定会有好人一定会有坏人 那好人跟坏人之间呢 像在整个 我们说 鹹蛋超人 好人都是超人 对不对 坏人其实对小朋友来说 很好分辨 因为他的坏人通通是怪兽 所以就是好人跟坏人之间 打来打去 然后坏人最后被揭灭 下一集再来一遍 不就这样子吗 他的标准SOP 其实就很简单 进场坏人先把这地方 全部捣乱 好人出来维护正义和平 其实都是一千篇一律的 小飞侠也是这样 其实小朋友的片大概就是一进一破口 就这么简单 但现在呢 他说什么呢 暴力 那他说暴力就暴力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说 很多好奇怪的卡通 根本一点都不暴力 他也说暴力 那现在重点就来了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 中国大陆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呢 从头到尾 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叫生育率 可是谈论到生育率 他一开始从官补席班 然后再来呢 不准你打电动 然后现在呢 连整个咸蛋超人都要来做下架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完全推不懂 因为他 你把这三个结构做完之后 然后爸爸妈妈 就会回家生小孩吗 我完全搞不懂 这是小孩在看 不是爸妈看的 对 他现在就是说希望小孩 不要去做这些 但重点就是在说 他们希望青少年不要去接受到 其他的一个文化 那现在更好笑的来了 下一波清算名单 下一波有个清算名单出来 结果这清算名单出来 有趣的 为什么呢 请问柯南有什么不真善美 柯南还有些动脑筋的成分 至少他们还有 还有那个什么飞镖 会射来射去 每期都有人死啊 对 这也暴力 柯南严格来说 就是他们那间小学 是全世界使最多 学校 使最多人的小学 但我们来看 熊出没 你也禁止他 小猪佩奇 小猪佩奇 有什么问题 巴比梦坏屋哦 也不行哦 然后呢什么 小马啊 名侦探柯南啊 宝可梦耶 宝可梦 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玩具 然后塞进去 然后大家出来比赛 他现在就是什么呢 简单一句话 欲加之罪 何患无耻 不懂 但各位 请各位去发现一件事情哦 他现在呢 他就是要把所有的 外来的文化 全部消除 那消除完之后呢 现在对于整个中国的小朋友来说 他们真的是觉得万念俱灰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过去 在学校成绩不好 对不对 我们都要补习班去 大家还可以在那边加强 现在不能够补习了 然后再来呢 过去回到家 可以打打电动 对不对 不能打电动了 过去在家里面 那很简单吧 我看看动画 可以吧 动画里面呢 熊出没什么小猪啊 什么名侦探柯南啊 然后什么什么 什么咸蛋超人啊 通通都不能玩 重点在哪边 重点在习治平要去推动 所谓的一个习思想 我最近看到中国的一个状况 跟阿富汗的一个状况 阿富汗现在是什么呢 剪头发不能够剪 美国人的一个头发 那中国呢 现在呢 你只要是外国文化的 通通都不能用 其实这样子 所谓的文化的意志 对于青少年的发展 真的好吗 看不懂 但有一句话很重要 长官权力大 所以呢 他说了就算 关这两个口 昨天说可以 明天说不行 他说不行 你就得不行 谢谢敏宽 所以他们真的在感受 古人的生活 古人也没有什么 这么多电动 这么多动画可以看 好 朱老师我们来看那些年轻人 中国年轻人 到底玩什么呢 他们有一个人家有新游戏 新的社交游戏 叫做剧本杀 这个好玩吗 什么叫做剧本杀 听起来好像很奇怪 其实如果你有 有杀这个字 是不是又暴力了 没有 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小心这个卡通 大家有没有看过 里面的主角 妮妮最喜欢玩的叫超真实 加加九 基本上剧本杀 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的加加九 好那说穿了就是去扮演一些 你想要扮演的角色 譬如说我问你如果今天叫你扮演 你最想扮演什么角色 我最想扮演什么角色 我最想扮演Elsa 譬如说你居然是Elsa 不可能嘛 所有小女孩都想当Elsa 对嘛 可是你如果今天去参与这个游戏 他就可以让你去实现 简单说他就是一个剧本 找了一群人来共同演这个剧本里面的情节 好那如果只有演不稀奇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加加九 可是现在呢 他把他变成一个产业 有专门的公司你来演戏 Elsa要不要穿一些很华丽的衣服 对他通通帮你准备好 不只这样子场景 对不对 Elsa你只有衣服还不够嘛 你是不是要有那个冰天雪地的那些 我自己拍一出戏就对了 没错 所以这个花费报很高啊 对啊 当然你自己做这些事情 当然花费很高 因为我当公主要找那么多士兵什么的 对可是如果今天有专门的公司 全部都帮你准备好 你只要人来就好 他帮你照你想演的剧本 帮你打扮好 实际上你朋友要看什么角色 大家分配好 而且他还帮你拍下来 变成你自己专属的一部电视剧 有沒有很吸引人 没有错 中国现在就要流行这件事情 这个就叫做剧本杀号 所以呢他其实真实实际确定的名字 是叫做实际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简称LAB LARP 好那所以这个这个事情呢 在中国开始认为起来了 尤其从去年到今年 一年百分之五十的市场的成长率 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数字 光他所生产的产值光今年在中国 大概会有一百七十亿人民币 实际上在做这样 我们刚说他有专门的公司 帮你set好嘛 对 这种实体店三万家 实体店 对就是帮你全部做好 这些场景服装什么 通通帮你还帮你拍摄 帮你准备好剧本 三万家这种实体店在中国 然后呢去参与的人一千万人了 哇 那人在想说 这个应该消费的成本比较高吧 比我玩手游看动画高很多 所以才有这些商机 二零二零年现在预估是两百三十九亿耶 对那你想嘛 你要去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那些 如果人家帮你准备好 当然要花很多钱 甚至呢 因为一出戏演的时间 可能动辄三四小时 甚至到一整天 他还帮你准备吃吃喝喝 你想你以前去KTV 你可能就唱唱歌吃点点心 可是他可以说是KTV的进阶版 你可以去那边演一戏 而且那个戏的剧情 各种都有 你譬如说一群人来 你第一个 你想要角色扮演 现实生活你不能做的事情 譬如说Elsa不可能 或是现实生活 你不敢杀人 你不会是侦探 你不会是 这个是等等 这些特殊的角色 在剧本里面 他都帮你实现 还可以模拟你的生活 譬如说我想要跟 你要跟谁求婚好了 你也可以演谁出戏 当然他有准备好的剧本 也有客制化的剧本 譬如说你看到电视剧情 这段很精彩 我们也来演仿造这个剧情 譬如说你要演个公道戏 没有问题 他也帮你set 好 那话说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 那最早传言说是在二零一六年 那时候湖南卫视 有一个节目叫明星大侦探 也就是找了很多明星的 可是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就是侦探 所以剧本杀也可以让你去做侦探 可是呢 真正让这件事情爆红 是从去年开始 去年大家知道 因为疫情爆发了嘛 再来就是中国是不是对演艺圈 一大堆的限制力 结果导致很多影视公司 像横跌这种地方 关门没睡意 空在那里 空在那里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到 这是一个商机嘛 因为以前 其实这件事情流行很久 可是以前大家是怎么玩 我可能线上我只是嘴巴講而已 我没有实体去演这个戏 就有点好像演那个什么广播剧 广播剧那种feel就不一样嘛 可是呢 当这个演艺圈呢 他们这演艺公司呢 影剧公司他们发现说 反正我道具变变嘛 我什么东西都有嘛 我就说你想演戏 来我帮你全部准备好 所以这个商机就整个爆发出来了 好 更重要的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他可以体验这个人生之外呢 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因为尤其现在年轻人呢 越来越窄嘛 每天玩电动嘛 可是呢 如果透过这个活动 三五好友 大家聚集在一起 这不是一个很好社交活动吗 所以剧统计 我们刚刚说 一千万的 一年一千万的里面 七成都是三十岁以下年轻人 所以可见他有多受到欢迎 我觉得也蛮像那个心理剧 其实心理剧你可以透过这样 模拟别人的人生 或是去疗愈一下不同角色扮演 所以这个还算是蛮有创意 去本沙 我们继续看中国大陆怎么发展下去 好 中国大陆现在有新的游戏 但另一方面对娱乐圈又出拳了 没错 之前我们讲过娘炮文化要管 现在说要管 农庄夜抹的花美男 对 没错 实际上中国在九月初的时候 这个官媒点名 所谓的娘炮文化嘛 好 那除了整支娘炮文化 就是说你长得太娘不行 或是你的举止太娘不行之外 现在他们另外一个官媒 光明日报 他就发表一个文章 这文章叫做什么 文育领域农庄夜抹之风该怎么治 那里面他讲到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 他说中国人 中国人男人应该是 刚毅兼抢这个样子 绝对不是那种农庄夜抹 那种很娘的这个样子 其实他有点呼应之前的这个 娘炮这件事情 那当然因为之前娘炮被点名 那些人现在都已经完全改了一个样子 那他就说什么 顿时变悶了 对 他就说你看 你看 他就说他指明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娘炮文化 或是这种农庄夜抹呢 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是很多过去的 这个演艺人员 他们到日韩去当这个练习生 跟刚刚讲底次动画一样 是外来文化 希望把外来文化的色彩一直抹去 他也是这样 因为日韩的这个文化里面说 很多就是农庄夜抹 都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是说 带着把这个农庄夜抹的习惯 带回中国之后 变成是中国的一个新的这个审美风气 他说这个审美风气 中国绝对要好好的整治一下 所以未来可能会禁止这些人 可能农庄夜抹 那这个这个娘炮跟农庄夜抹 我们就讲了 现在已经很多中国的这些演艺人员 都已经完全都变得很man 像之前我们讲到黄梓涛 他现在不是开始在 你现在每圈去关注他的微博 他每天就跟你赛 他秀肌肉秀肌肉的照片 王一博现在还有留胡子 所以他之前不是说 现在未来中国大陆 这个所谓的文化里面来说的话 可能包括说留胡子 那个胸毛跟这个胡子 可能卖得非常好等等一个状况 所以这变成是中国现在一个新的这个文化 等一下 重点这个 对 很多人都说 画得最浓不就金剧吗 很多人说你这个农庄夜抹 你这个有点怪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看金剧 金剧里面就是农庄夜抹 有些有些文化里面 或是有些戏剧里面 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效果 那是艺术效果 那你这样就有点怪 甚至甚至这 因为这很多网友在批评 就说你这个怎么会这样子 你是不是管太宽 管太宽 管太管 那事实上现在很多这个 很多这种男明星 现在有一个什么后遗症你知道吗 其实你知道很多男明星 原本都是农庄夜抹 对不对 就这几天就有几个男明星 他卸了妆 就没有农庄夜抹 就人家就认不出他是谁 就真的是变成是路人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农庄夜抹 男生的农庄夜抹 跟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太娘的这个文化 可能在未来中国 会完全消失 那除了这个农庄夜抹 这件事情不能够不能够做这样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 我们不是讲吗 整容在中国大陆 现在疑似可能会被慢慢的禁止 为什么他们这几天不是出了一个法令 就是禁止美容袋 对你不能够做了吗 另外一个就是说包括说 你这个美容不能够 before after 这件事情 那甚至未来 大概过几个月之后 中国会推出一个 叫做十八岁 十八岁以下不能够整容 也就是因为过去 中国这几年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因为他们很多现在很多同心出道 包括说你可能在抖音上面很红 或者说在这个网路上很红的时候 他们好像就去动手脚 所以说那你不能 以后不能够动手脚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裴嘉欣 裴嘉欣是谁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她是2009年生的 那她主要为什么会很红 因为她之前有演过 包括说流星花园 几部戏 然后演里面的童星 然后就爆红 那爆红的时候 她目前微博的关注 大概有七十几万人关注 那她常常会拍一些抖音的短视频 那抖音也大概七百多万 所以她现在等于是全中国到最红的一个童星 那她也变成一个带货王 你看她偶尔拍这个抖音的时候 都会有卖很多其他的儿童产品 就是那为什么 大家为什么会开始关注 真的长得好鲜喔 对那为什么会关注她 那人家就说 你这个你也是太农妆艳膜了 因为她是小孩子嘛 小孩子但是问题 问题是你要上镜头 上镜头的话难免会化妆 所以就被她说你看 但农妆你看她的化妆里面 都是农妆艳膜的这个造型 在那边再出现嘛 就她这几天有刚好有她没有化妆的这个样子 是这样素眼的样子 人家说对啊 素眼比这个农妆艳膜好得多了 所以你就不要农妆艳膜嘛 所以这就被 就变成是大家又开始在讲 所以你该不会连小孩子要农妆艳膜 你都不都要管嘛 都不能够这样子做吧 所以说小孩也不行 对男生不行 小朋友也不行 他们原则是希望说 官方会说她素眼很可爱 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要用素眼的样子出来就好嘛 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在整支娱乐圈真的越管越广 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要管 该不会最后来 连这个你要穿什么衣服啦 或是你要讲什么话 全部真的都要管 那就变成是中国演艺圈 未来的这个发展 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ok好 就说真的是管到海边去了 什么都管 虽然说中国不喜欢日本韩国 但是日韩的话 还是深深影响着中国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版的女仆 长什么样子 主任你好 我是闻前女友给你变了女仆 俺叫二叫 不是二女 对是二叫 以后就由俺找过你了一十七句了 你放心 俺跟闻前女友不是一会儿了 俺绝对不会想你偷的嘞 我这个女生看这样的女仆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怎么感觉女仆 像日本的女仆 比较可爱 我不知道男生的观点怎么样 那样的女仆 朱老师会心动吗 我觉得生意跟人 真的看起来大反差太大了 不要讲话比较好 真的真的不讲话还好 就这个女仆你ok吗 我没办法 因为我们听不懂河南话 刚才那个女生 应该是河南人 北方叫女生叫年 所以呢 第几蛙第几蛙 一尼二尼三尼 他刚才说 我不是二尼 我是二讲 他那个讲为什么呢 就学日本的 但最近西安出了一件事情很糗 这件事情多糗呢 中国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希望 把小孩送到国外去读书 那国外的学校 他又怕你来读书身上没钱 到时候跳机了要怎么办 所以要做财力证明 就有一对父母真用心 把30万人民币折合台币 128万放到他们家 这个小朋友的户头里面 然后放在户头里面要做什么呢 相当于台湾的存款证明 那存款证明呢 想不到过了一个暑假 回头头都晕了 为什么呢 128万全部花光光 那花光光 妈妈就想说担心了 奇怪的钱花到哪边去呢 结果就去把他的整个 因为中国现在都电子支付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可以把电子明细叫出来 一叫出来洋洋洒洒四十页 里面就是女仆店送礼物 上KTV上桌遊店 就把这些钱全部都花完了 女仆店的营收还真高 一个人花128万 我认为中国大陆这个女仆店 等一下我跟各位说 日本的女仆店我去过很夸张 等一下来跟各位谈 那现在我们去看就说 他妈妈就说 这小孩还未满18岁啊 就去告你知道吗 那女仆店就说 好吧 那我就还你一些钱好了 他就说既然你儿子 把你的钱全部花掉了 我们就退你两万八千块台币 那妈妈头都快昏了 那先来说 二点八 先来说 现在就是政府之间 大家的情况不太好 大家都拳头对拳头 可是文化上面爱得不得了 那中国的女仆店开得起来吗 先来说 女仆还没被查 人家没有做情色交易 但是未来会不会变职先说不知道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先来说 为什么人会到女仆店去 人会到女仆店去 一般两种 一种是好奇 像我们那时候去日本就是 我们一定要去看看 人家的女仆店长 你前言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会去 然后呢看到什么 就看到时候 重点是我们去女仆店 完全英雄无用武之地 为什么 不会说日文啊 他在跟你怎么撒娇 你听不懂 没有你看我 大概看三分钟就不想看了 那重点是什么呢 他们那边就有很奇怪的服务 例如说呢 什么服务 我们去日本 那时候看到那个女仆店 就有那个男生 看起来就是很内向这样子 去那边消费的时候呢 什么都不要 叫了饮料 基础消费做完之后 挖耳朵 就在挖耳朵 就这么好玩 请那个女仆帮他挖耳朵 就一个女仆 而且我猜那个女仆 应该是他常常点他 因为双方一定很熟 先不要说自己挖耳朵是小事 让别人跟你挖耳朵 这是大事 万一他挖太大力的耳膜可破了 那我们回头去看中国大陆 所以你在里面 我在里面看到 可是我在里面完全听不懂 就在那边看一看 没有做别的服务 就喝喝茶 话听不懂 他也不会讲英文 那我不会讲日文 就为什么你笑成这样 没有我在想说 你应该是 应该是有去被挖耳朵 应该是这样 所以那个朋友就是你 完全不是我 各位放心 我们不追问 那中国这个案件呢 就比较特别 为什么会有女僕店出来 女僕店很简单 第一个去绝对不是成人 因为大人三十岁以上的人生 不太会去这种地方 他们如果有去过社会之后 比这个地方好玩的太多了 但很多是什么 他们就是要去挖那些累宅男 然后打电动 可是生活空间比较小的 那讲实在话 中国大陆的女僕店 消费还真不高 为什么呢 叫一杯饮料 要大概五十块人民币 叫一杯酒类的大概六十块 到一百块人民币 叫一个减餐大概八十块人民币 但各位问题来了 你如果今天一直去 去一次去两次 就代表什么 代表你上勾了 你上瘾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发现说 不是消费才五十六十七十吗 怎么动辄下来一次都好几百块呢 就在于女僕她要业绩啊 那她要业绩 她就会跟台湾的那种大酒店一样啊 进去第一个小时可能叫一杯 第二个小时可能再叫一杯 然后呢 开始后面就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 什么奇奇怪怪的呢 还有这种女僕陪着你打麻将的 我觉得这个男生会蛮吸引的 对不对 你看另外三咖都是这样这个 哇 风景美不伸收 牌就随便乱打 这里面其实有时候这个女僕 我觉得看起来也怪怪的 那还有一起在那边打电动的 这个也都有 但中国大陆有一个现象 他们就是很多的文化 来得快去的也快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女僕店可能一开始去 大家觉得很好奇 台湾过去西门町有女僕店啊 然后过没多久 其实也开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大家去期待性不太一样 但最近开始在做转型了 为什么呢 大家突然间发现 女僕店那个宅男可能不是那么多 可是很多女生她的生活也狭小啊 她也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去啊 所以呢女僕这边呢很多就换成帅哥了 但是大家一看到帅哥这块的话 可能眼睛会说 那帅哥那边的消费怎么样呢 想不到啊 真的女生的钱比较好拐 女僕店的消费不是太高 但是呢男生女僕的消费就高很多 所以到底后边情况会怎么样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现在女僕店一路一路的开 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过没多久之后 这些女僕店也会一家一家的倒 一家一家倒啊 神医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这种地方去一两次 没有人会再去了啦 OK 这个敏宽要一直强调 他没有再去了 结论是这个 就我们一起来看 你帮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正宗的日本版的女僕店 在红什么 目前疫情有受影响吗 其实这一次的整个一个正宗的 这个日本版的这个女僕店 刚刚敏宽那边有讲到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过去我们都会以为说 这女僕店好像都是宅男去的地方 但是呢 其实女僕店他本身他 因为这女僕店大概如果有印象的话 目前的话 应该已经有十七年的历史 相当久了 就是说一个小孩 现在十七岁已经又可以去女僕店了 那时候生出来的话 对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叫做 女僕店的一个教母叫做智赫童 那智赫童他连续开了八家女僕店 他训练出了至少有四百位的女僕 他那当时他做这件事情 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他最主要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把欢乐 能够去疗愈人心 一开始是希望 一开始他就想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从乡下上来的时候 他去什么地方 他去了秋叶园 那秋叶园 其实刚刚敏宽就有提到 就是敏宽去的那个地方 你知道 那他去那地方之后啊 他看了那些地方 他觉得说 这些宅男需要心灵受到安慰 那受到安慰 但是呢因为过去 我们如果常去日本 我们都知道嘛 当我们进到那个咖啡厅的时候 人家讲什么 一定是说欢迎光临 但是呢他就不要 他说 然后就什么叫 就是说 主人你回来了 哦 那然后那宅男就觉得 哇 觉得自己好像就 有归属感 对有归属感 然后就把这当 好像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那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智鹤童呢 他就希望能够靠女仆殿 去把这个欢乐带给大家 于是他开始在做的时候 可是呢 大家如果知道 我刚才讲过2004年开始做 做到现在 其实他遇到了两件大事情 哪两件大事情 一个是我们在讲的就是311大地震 311大地震的时候 造成了这整个一个状况 非常不好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 叫做新冠疫情 那新冠疫情之后呢 本来以为说 来这女仆殿的 应该都是宅男 对不对 可是后来发现 很多因为有些新冠疫情的时候 你在家办公 有时候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单身 单身狗 在家办公久了 一直就只能面对那个镜头讲话 实在是也很没趣味 那不出品怎么办呢 他们这些上班族就跑去女仆殿 他去女仆殿 其实就是要跟他聊聊天 所以大家记住 在去日本的女仆殿 一定要会说日文 刚刚我们已经有一个切身之痛 已经知道只能去挖耳朵 这是不对的 那然后呢 当我们今天去了那边之后 这些女仆殿 他们被训练是怎么样 你要懂得察言观色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人 然后闷闷的 他就开始要去安慰你 然后逗你开心 然后他就喜欢讲说 摩摩摩摩摩 什么叫摩摩摩摩 什么意思 摩摩摩摩就是蒙的意思 好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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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开始去把这个 就是这个男生把情绪 把他逗起来 逗起来 就是要让你开心 对负责让他开心 然后跟他聊天 那当然这跟我们在讲说 大人的去的那所谓的snark 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的 就是那个小酒吧不一样 因为那是真的是属于 就纯纯的爱 然后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慢慢的就是 把这情绪带起来之后 但是问题出来了 刚刚讲到的志赫童 他为什么可以开到 八家的这样的女仆殿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在哪里 他的女仆殿里面 居然还有心理諮商师 非常非常专业 很专业耶 对 为什么 他不是表面让你欢乐 就希望你心灵 也可以真的被救赎 不是 是因为 那个从业人员心理要被救赎 从业人员 就是这些女仆心理要被救赎 赎伤这些女仆 女仆他也受伤 因为你想想看 女仆吸收太多负能量 每天让你们开心 你一直被到负能量下来的话 你当然你需要被救赎 所以志赫童 真正能够成功的原因是 他把女仆殿做成了一个 叫什么 一个完整的一个企业文化 所以他不仅是关怀员工 他还关怀他的客人 对 这是完全符合 我们要讲联合国的 叫做永续经营 SDGS 这个对日本人好重要 他们非常重要 所以说中国的女仆店 我只能讲一句话 他们只是学到了皮毛 学表面 穿着打扮而已 而没学到内心 所以说真正女仆店 其实像她这样做的话 我曾经访问志赫童 我问她说 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她说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开一个 跟迪士尼能够相媲美的 一个女仆咖啡的乐园 对 所以呢 这个女仆店是可以赚钱 只是说 不要只是学皮毛 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比迪士尼 红耶 迪士尼那些 动物文不太能够用言语沟通 女仆可以讲话 可以聊天 可以疗愈啊 对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要有心理諮商师 花费呢 在女仆店的花费 在女仆店花费 其实就是一就是刚刚 女官讲的就是你一杯咖啡都可以 一杯咖啡大概就是六百块 到七百块左右日币 其实还好 还好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其实最主要的一个 他能够达到目的就是说 他希望能够疗愈你的心情 而且重点出来了 女生也可以去吗 重点现在的话 男女比例是一比一 去的客人的比例 而且他们一样是用女生 女仆来去招呼这些女性客人 因为有很多女生 我想说应该了解 其实女人女女生跟女生之间 有一些女孩子的话可以聊嘛 所以说其实现在女仆店的话 大概去的客人比例 不是只有单纯宅男而已 还有包括一些女性 就是上班族也会去 讲的我都好想去 是吧 日本人非常关心日本皇室的 一举一动 那么我们来看到甄子公主 为了爱即将成为第一位 这个脱离日本皇室的公主 她到底为了这份感情 为了这个婚姻 放弃了什么 就是甄子公主呢 她最主要的就是她的这个对象 叫做小事龟 那小事龟呢 她为什么会那么惹人讨厌 惹人讨厌 她非常 公主这么爱她 在日本的民众里面 你如果去做民调 我可以给你保证 至少有九成日本人讨厌她 九成 为什么九成日本人讨厌她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她妈妈的那个 包括情感问题 跟她的那个借钱问题 一直都没有办法处理好 这是最大的问题 她妈妈还有情感问题 对 因为她妈妈是怎么样 就是说比方说 我今天我跟敏宽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呢 我就跟她讲说 我要跟你结婚喔 你能质性给我吗 那敏宽就把钱先汇给我 汇给我之后 我就给你毁婚 婚姻诈骗 她就婚姻诈骗 她妈妈这样子 她妈妈是这样子 所以这被爆料出来之后 所以就被大家就觉得说 这样的妈妈生的儿子 我们要讲说 龙生龙凤生凤嘛 那会诈骗婚姻的儿子 的儿子会怎么样 那我不知道 那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 对她印象就不好 第二个呢 这个小四龟本身 在念书的时候 她就是一个渣男 为什么呢 被爆料就是说 她是在开那个所谓的 渣男黑历史 她在开 有渣男黑历史 而且甚至是有图为政 我们来讲说有图有真相 结果呢 因为这两个关系 所以日本民众对她很反感 大家一直在想说 甄子公主 你真的不要嫁给她 那到后来是怎么样 连甄子公主的爸爸 邱小公 都已经跟她讲说 我们好好讨论 到底你要不要嫁给 这个就是小四龟 但是甄子公主 就是一个义无反顾 我一定要嫁给她 使得日本民众 他们现在有点怪 那个邱小公 也就是现在天皇的弟弟 为什么 因为甄子公主 过去日本皇室 都应该去哪里上大学 去学习院上大学 那邱小公呢 就想说 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一个皇室家族 所以我让她去念ICU 就是叫基督教大学 才认识了这小四龟 所以人家在讲说 这个整个孽元 就是她当时如果不去念ICU 就不会有这孽元发生 你就好好让她到学习院 那个学习院 你到学习院去念书 不就好了吗 那所以大家就在怪这件事情 甚至是怎么样 天皇都开口了 天皇甚至跟甄子公主讲 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不要让你爸爸不好做人 那但是甄子公主还是义无反顾 所以呢这一次小 而且这是小事归 我为什么说 我为什么当面我说 她是一个渣男的一个 最主要原因 你想想看 如果她是代表皇室家族 她回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她最新的造型 绑马尾 绑马尾 然后呢就是不打领带 老实讲 这个当中对日本人来讲 尤其是日本的乌鸡上乌肉上 你这是在做什么 那根本就是让人才会长这副德性 对 那然后呢 这个这样我们要讲说 今天如果说 你真的是爱这个所谓的甄子公主 要顾忌她的立场 她的家庭 对 你要去帮人家顾人家的颜面 而且人家是皇室啊 你好歹你那么喜欢留长头发 你回去美国辣 但是你今天你在这边三年多 你回来 你再绑这头发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说 在整个小事归 他现在整个处理这状况 就使得日本的民众 对他非常不满 而且现在重点出来了 重点说 他到底要不要跟这个甄子公主 要开记者会这件事情 现在还闹得沸沸扬扬 现在甄子公主 好像要变一个人开记者会 所以大家也在打一个问号说 诶 那这样子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小事归到最后会悔婚啊 所以说 现在日本的整个情绪 已经开始就不晓得说 这一对情人到底要干什么 对 那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出在这一 甄子公主到底爱他什么 为什么非他不嫁 我觉得说爱就较差 只能这样讲 就是说 有效碰撞太少 对因为我们经常讲 除了渣之外 其他都很好 男人不坏 女人不坏 其他都很好 对 那所以因为男人不坏 女人不坏 那就没有办法 重点是在于哪里 重点在于就是这个小事归 所以他到了美国去念书之后 其实他找到的工作 并不是所谓的律师这个工作 他只是在法院 律师事务所当助理而已 所以说 大家在担心说 你这样子你有办法养活 那个就是甄子公主吗 尤其是甄子公主 把他的那个就是聘金 他有个一时金嘛 对一时金 他放弃了 为了他放弃 对大概一亿多日元 他把他放弃掉 那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们到美国生活 你们真的可以过得下去吗 我都想去劝他了 虽然我不认识小事 所以现在日本民众的心理就是 又心疼甄子公主 但是呢 又因为甄子公主 又这样义无反顾 而且这当中还牵扯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二次大战之前呢 整个日本皇室 其实不是只有目前的三家 目前这三家是怎么样 就是昭和天皇 他本身的这一脉 还有昭和天皇 两个弟弟 总共三家而已 但是原本日本皇室 是总共有14家 那14家里面 因为其他的11家 都不是昭和天皇的亲弟弟 所以麦克阿瑟大笔一挥 就说这不是秦修的 所以直接都打回平民 都打回平民之后 这造成了日本皇室 他们怎么样 他没有办法 那个保险机制就不见了 没有了 因为如果有这些其他的这14家 比方说这个 包括这个姐夫啊 那个就是表哥表弟啊 对对对 这些状况生下来的话 生下来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如果这个表哥或表弟 生的是儿子 他可以直接过季 过季到天皇家底下 其实是本性子在做这件事情 大家最熟悉的是谁 安倍晋三的弟弟 你们知道是谁吗 叫做岸信夫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安倍晋三岸信夫 他怎么不同生 为什么 因为安信夫小时候 baby的时候就被送到岸家 所以呢 所以他就直接叫安信夫 对那就是 其实日本 有这样的一个过季的传统 其实这东西在台湾 也有这样类似的状况 也有类似的 对那因为这整个状况 最主要就是 这个就是麦克拉社 把这事情给搞砸了 那这一次的整个日本选举 现在岸田文雄出来了 岸田文雄当选之后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对这整个讨论 他们会讨论 会有两条主线 一条呢 安倍派在主张的就是维持男系 维持男系 但是要怎么样 是不是把这些过去被放到民间的公家 直接能够叫回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是不是要来承认女系天皇 但是最重要的key是怎么样 曾子公主如果没有脱离皇籍的话 那这件事情都不要谈 因为大家不想要我的我的那个公主的老公是个渣男 所以说现在大家所有的期待就说好 那曾子公主你赶快你嫁出去 你脱离皇籍之后我们再说 ok好 这个渣男影响日本国运的感觉 没错 日本现在不只这个公主可能会脱离这个皇室 那现在企业也很想脱离中国 薪酬救恨实在太多了嘛 救恨当然就是过去历史的问题嘛 那薪酬呢 好就从这个这次疫情爆发讲起 为什么跟疫情有关呢 因为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全世界是缺口罩 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厂商叫爱丽丝欧雅玛的 他在中国就有设厂 他生产了口罩 我是日本厂在中国生产了口罩 一回日本理所当然 可是中国说不行 因为中国缺口罩不准给我输出 这下子就把日本惹毛了 好可是反过来更新的新潮是谁 那当然就是这一次的新疆棉的事件 你看到新疆棉的事情一出来 是全世界要抵禁新疆的制品 所以你看到日本的柯光梅就跳出来说 我不要用新疆番茄了 来UNICROS也说我也不要用新疆棉了 好这下子反过来又要把中国给惹毛了 所以这些薪酬就会加在一起 所以现在中国开始动手了 第一个动手来你看到 花了六十亿人民币 两百五十几亿台币 盖了一个叫做这个盛唐小京都 盖在哪里盖在大连 他基本上就是仿造日本的京都城 盖了一个仿日式的建筑 所以里面有各种商店啊 日本温泉啊日本料理啊 反正都是仿造日本去做的 结果投资我们刚说台币两百五十几亿 九天大连政府说给我关掉 二百多亿的投资 九天关掉 为什么 因为民众非常反感熟悉历史就知道嘛 当年日本入侵中国不就是从东北 从大连这边开始吗 所以他们中国这些网民就出来讲说 大连你居然在大连给我盖日本建筑 这根本就是国耻 哇这真的是很大很大问题 所以你看到他管你投资多少 大连政府直接下令就是给我关掉 好那另外呢还有太多太多问题是 直接跟日本厂商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刚说的太多薪酬就在这里 纠结所以导致日本厂商在中国 为越来越来生存下去 所以很重要一个关键的公司 叫做东芝 Toshiba 他宣布要撤出中国了 好最新的动作九月底在大连 一样是大连哦 大连厂关掉一千多个员工直接FIRE掉 哇到年底在中国二十四个城市 三十三个点全部关掉 Toshiba全面退出 对那都为什么Toshiba 他有很关键的指标 为什么 因为当年改革开放 邓小平改革开放 这个Toshiba 几乎就是第一个进入中国 去做这些厂 尤其大连厂 就是当时的第一个厂 他非常有指标 结果你看到 我好不容易在中国经营的这几十年 我的根基都本来是稳固了 结果因为你这一连线的事件 让我根本做不下去 所以我只好宣布 而且宣布退出的不是只有东芝 光过去这一两年 包含喊得出名号的 Mazda 30